哈喽各位亲爱的老绅士小绅士你们好呀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海拉鲁Top10 众所周知死亡是游戏中一个众生平等的设定 因为再强大的魔王也会死去 再厉害的玩家也会因犹豫而败北 不过这些死亡场景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存在 他们极度幽默亦或者极度令人期待 呃放错铁片了 对的没错这一期要带来的就是十个游戏史上 最秀动最搞笑的游戏死法 以及那些你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存在的奇葩boss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本期所有的上榜内容就是剧情杀 或者是正常游玩的部分 因为像这样这样还有这样 有天才玩家创造的偶然死亡太多 绝对不是因为我统计不过来 话不多说 Let's go 第十蝙蝠侠阿卡汉起源 死亡角色定型人 死因黑帮会议中玩手机 蝙蝠侠阿卡汉起源也被翻译成蝙蝠侠阿卡姆起源 是于2013年发售的一款开放世界大作 什么你没有听说过 没关系 那你一定听说过其中家喻户晓 看似非常强壮 非常暴力 非常无情 实则非常弱机 简直白给的boss 他就是电行人 抱歉 提到这个角色 我已经忍不住小笑了 这个家伙一共出场两次 一次比一次奇葩 第一次出场 我们的服务甲接受抓捕任务 来到了一片地下角度场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 还没多看齐 我们的boss电行人出场了 瞧瞧这气势 你必定以为此处会有一场血战 电行人各种放狠话 我是来揍你的 不是来和你聊天的 我马上就要教会你什么是痛苦 大战一触即发 气氛紧张到极点 然后 对的没有错 一个按键 他就被KO了 还没结束 之后这个家伙 严好伤回去开会 老大在讲话 他居然在 玩手机 小手不爽 二人发生争执 当你以为电行人 注意要帅气一把的时候 没想到吧 小手一跳枪 他就怂了 当你以为小丑只是 掠实陈剑 没想到吧 他直接把电行人 踹了下去 当你又以为 这一切到此为止 没想到吧 他居然摔死在了 冤枉墙的面前 第九 杀手赦免 死亡角色 雷拉 死因一场失败的色诱 杀手 一个搞笑的 离谱的游戏系列 无比开放前幽默的玩法 只要完成任务 光头特工 做什么都可以 在赦免中 玩家需要击杀一位 叫做雷拉的名利秘书 雷拉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也绝非简单的小boss 杀她的时候 需要活用大脑 例如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但是千万不要掉 以轻心 因为这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女人 她甚至会将你 引诱着她的房间 在你放松戒备时 将你 对不起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第八 冰原禁地2 死亡角色 中山教授 死因走楼梯不带妥亏 中山教授是游戏 冰原禁地2 也就是五主之地2 DLC中的一个boss 其实直到现在 我也不能确定 他到底算不算boss 因为作为一个重要反派 这家伙实在是太弱了 完全就是来搞笑的 一个无需你动手 就会亲自将人头 送上的神秘男人 唉 这年头居然还有人走楼梯 不带头盔 第七 必雪狂杀 死亡角色查理斯 死因我有一个 飞天幕 必雪狂杀2 也被翻译成 荒野大标客2 其大名无疑是家喻户晓 史上最伟大的 开放世界游戏之一 他的一代同样精彩有趣 不少神奇的彩蛋和剧情 层出不穷 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 名叫查理斯 这个素未磨灭的家伙 一上来就和你掏心掏肺 向你解释他伟大的力学设计 并请求你协助制作飞行器 以完成其飞越北美大地的宏愿 当你穿越一大片地图 辛辛苦苦完成他的请求后 接下来就是见证 飞天梦想的时刻 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为科学现身的勇者 第六 必血狂杀2 死亡角色 3K党成员 死一 不正当用火 如果说一代还保留一些 作为黑帮游戏的矜持 那么二代无疑放飞自我 神奇的剧情 搞笑的对话 奇葩的操作 都为这款游戏注入了幽默灵魂 游戏中最让我笑到喷饭的 一小段剧情 或者说一个小彩蛋 与著名的邪恶3K党有关 相传他们无恶不作 头戴面罩 会在每一个生意的某处 开启一些神秘的祭祀活动 如果你有幸见到他们 就会听见这样的对话 这些人甚至还会在搭建十字架的时候 不小心将自己压死 第五 萨尔达传说 矿野之息 死亡角色 可盖打人 死因 祖传的 杀人奥义 提到秀斗司法 怎么能少得了 矿野之息里 人气超高的 可盖打人呢 不少玩家可能不太记得 这场战斗的细节了 我来给大家重温一下 在林克潜入一概队基地 杀死小怪 捡完相交后 他就会见到 一概队的队长 强大的可盖打人 第一次玩到治理的时候 我真的超怕有功用 战斗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不过都很简单 你可以玩他的球来砸他 最后当可盖打人的血量见底时 游戏就会触发这样一段巨蟹 他就会带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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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萨尔达武装在和启示录里 可该大人也有出场 非常的中二 粉丝们千万去记得 欣赏大人的音资 是一款发行于1994年 十分古老的电子游戏 屋里头风格 就是玩家玩起来有点懵 不知道这款游戏在干什么 和水管工马里欧一样 我们的主角需要拯救公主 不过这里的公主并不住在城堡里 而是呆在阴暗的岩浆洞穴中 主角辛辛苦苦通关 来到终点时 心脏砰砰直跳 以为马上就可以和公主 过上幸福的生活 然后 或许这款游戏的设定 就是嘲讽玩家 即使你通关了游戏 什么成就都不会达成 在游戏中 人造人自然是比人类强大许多 但开发团队也暗示了许多 人造人不及人类之处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吃鱼彩蛋 人造人的世界存在一种鱼 叫做macro 操作2B吃下后 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吃下主家鱼后 很快人形机器人的体液开始凝固 的确很美味 在逐渐失去意识的同时 人造人这么想着 然后2B就挂了 你只能打开存档重新开始 第二 蜘蛛侠3 死亡角色蜘蛛侠 死鹰 演唱失败的英雄救美 2007年的电影蜘蛛侠3 在全球狂来8.9亿美元票房 风投一时无二 为了给电影造势 同名动作游戏蜘蛛侠3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登陆PlayStation Xbox等主机平台 这款游戏 相信是不少玩家的童年回忆 本作将恶搞发挥到了极致 各种名场面层出不穷 例如耍帅的恐龙人 完美死亡等等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有名的 人之身上被绑上了炸弹 情况十分危急 在QTE操作的同时要非常小心 不然很有可能会先死在路上 而当你千辛万苦 抵达活在现场时 如果操作不完美 就会出现接下来帅气的一幕 第一 杀手本能 死亡角色所有斗士 死因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大的招数 杀手本能是一款颇受好评的格斗游戏 其中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性角色 兰花 其人物设定类似于街头霸王的春丽 全黄的不知火舞 一直以来都是力量与美丽的完美结合 兰花的终结器就是在对手死之前 展示其极具杀伤猎猎的胸部 敌人会因为无法称说她美妙的身躯而倒下 必发出彩烈的哀号 谁也不知道她们死前究竟看到了什么 当然这一动画因为设计对女性身体的不尊重 而在后续的作品中被删除 最有趣的是这一技能不仅对男性角色杀伤力极大 对女性角色也是恐怖性的打击 如果这期视频给你带来了欢乐 记得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吧 同时如果你心目中的搞笑死亡名场面没有上榜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海拉鲁小青 我们下期再见